八江妈做便衣清京电风 做下枯关怀起点来照顾在地十多人 当时将来露得起点 邀请英雅老师来教科 让中部的讨厅制造 把某区顶顶来挽发头脑 带着映患失灵失地的问题 英雅老师又带着某区 来到八江妈做便衣做表演 和十多朋友好东生某区 专门是流泪滚滚 专业的乐队和上阿公阿嬤 一日演奏 便衣来穿完音乐车 让人是听到吃买 八江妈做便衣 设立在当四兄的六地关怀起点 等级透过音乐 帮助中部映患失灵失地 特别在八江妈做便衣开办音乐会 向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 今天很高兴 在我们医院办了一个 非常别出心才的夏日音乐会 大家看到一个乐视语娃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呢 因为我们邀请了这个 迷你家青蛙大乐队 跟我们云林地区的乐视据点的长者 一起来开这个音乐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想起以前 在玩音乐的情形 然后趁着现在 跟大家我们这个团圆 跟在座的很多人 一起来互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恒流到有八十万岁阿母 做回来做表演 因为音乐扣定 帮走音处得临线的满胜 终活力到在歌曲当中 享受露林心瓦 天人惊高 青春而已 将这两个传统 传统 疼 让中部的头发过去演奏来互动 现在是大人是都笑海海 希望这种音乐会 演奏变成是一种互动活动的开心 帮助中部的 催得临线的意义 音乐教育 我们都去偏向开音乐会 那对于我们这次走入社区 然后跟长者进行合作 我们的在于曲子 还有互动的部分 我们都有特地的在精心挑选过 那互动的部分 我们也会注意到老人家的状况 还有需求来针对他们来做设计 那我希望这个是一个音乐会的结束 不只是只要结束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开始 那可以开启我们日后 能够再走入社区 还有就是与医院方 或是跟社区方合作的机会 我觉得我非常的期待 平衡所在是大人 每个人都没在心底 有关系柠檬 去办理事多年 还让他们出外表演 希望可以让中部的快乐生活 记者 曾怡婷 彩虹博德